這個情形又不是很嚴重 就是電話車到我沒有打線的情形 五分鐘來幾九張 甚至比較離譜的就是 兩條情形來兩張 這五六分鐘它就是 基本就是願意幫你做的嘛 裁罰是一個手段 裁罰不是目的 政府不是為了要跟民眾搶錢 才來開這個罰單的 政府是要提醒民眾已經違規了 這個情形又不是很嚴重 就是電話車到我沒有打線的情形 五分鐘來幾九張 甚至比較離譜的就是 兩條情形來兩張 這五六分鐘它就是 基本就是願意幫你做的嘛 我們認為裁罰是一個手段不是目的 面對用路人有一些違規的行為 如果我們適時的這個提醒 然後避免它一些交通的危害 影響它的安全 這個都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 但是在五分鐘之內 連續針對同一個行為 開出九張罰單 我們覺得這個已經明顯 失去一個裁量的比例原則了 我們是希望說在警察局 它在開單的時候 可以再多思考一下 那特別說同一個行為 那在短時間內 重複發生的時候 我們再重申 裁罰是一個手段 裁罰不是目的 政府不是為了要跟民眾搶錢 才來開這個罰單的 政府是要提醒民眾已經違規了 那多少的比例下 可以提醒到民眾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思考 前了 我們今天想說 我們今天想說 沒有人想說